大家好 我是小林 每天给到大家最新鲜 火爆 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出大事了 就在刚刚日本发出网站 就是这个日本 还有乌克兰 公布了一个最新的经济合作协议 我一看里面的内容 那是不得了了 那这关于产业布局方面的 我一看 中国跟俄罗斯 这次输的连底库都输光了 人一败涂地 普丁丁跟包子 现在虽然全球的地缘政治纷繁复杂 但是如果我们拨开云幕 你只看什么 只看money 你只看钱 follow the money 你只需要跟着钱 你跟着这个产业布局来看 我发现 就有我受到的这个新闻的启发 就日本跟乌克兰公布了一个最新的一个产业合作协议 里面这个内容 我们一看就看出来本质啊 这本质就根据这个产业布局来看的话 中国跟俄罗斯啊 在这次俄罗战争那是输的底库都没有 那根本就全输了 那为什么呢 我们根据里面的协议我们一起来瞧瞧看看 分析分析 就看得出来中国 为什么啊 其实包括俄罗斯到现在为止 他们还在装 为什么他们要装 因为他们输的离谱 啊 因为如果他们真真抢到了 他们该抢到的东西 啊 这这也证明这个当时这个乌克兰的抵抗 抵抗的也是相当成功的啊 起码绝大部分的利益 他没有得到 他现在战略地区的没有核心的一个 一个 一个 就关于很多啊 战略资源 他根本是没有触碰到本质啊 就俄罗斯 还有中国也是看出来 当初他们悍然宣布侵略乌克兰呢 也是一个啊 不错的尝试来对于他们来讲 如果能够全部拿下乌克兰 或者拿下基辅 那当时呢 那是确实呢 对全球啊 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杠杠作用 啊 我们这个看产业布局啊 啊 包括中国现在 现在王毅在慕尼黑呢 这个表态 我们也是看出来 中国其实是骑虎难下 在这个问题上 他根本就输了啊 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啊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看出来 现在日本跟欧洲 为什么美国不给钱 现在日本也愿意给钱 欧洲 为什么你看 欧洲傻吗 欧洲不傻啊 你看马克龙 之前也是鬼精鬼精的嘛 为什么你发现最近德国跟法国完全不看美国的头了 欧洲已经批准了500个欧元的军援 为什么 证明他们已经看到这个结果 已经看到最后能够收收获成果 这个已经是非常大概率了 哪怕美国不支援 基本上啊 就已经看到结果了 所以他们才跟进啊 是不是啊 所以哎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说啊 啊 在这里面都都经得很 你包括为什么呢 日本的股市涨得这么厉害 而且德国 法国的股市也没少涨啊 这我们的从从里面分析分析啊 啊 那先说这个乌克兰啊 跟日本啊 17号啊 其实17号 是昨天啊 啊 接受了这个媒体的采访 就关于啊 19号 其实就明天啊 是明天 日本时间呢 将将要在东京召开一个日本乌克兰经济复兴推进会议啊 这么个会议里面呢 这个着急的一大帮这个企业啊 跟跟乌克兰就马上要签协议了 这个协议就要签订了 就这个驻日本的乌克兰的大使关于什么呢 哎 关于一大批的这个这个其中我们看 看他举了一些例子啊 这个大使啊 这名字很不好念 因为原文是日文的啊 哎呦 我说这名字没法念 Kolusiski 哈哈哈啊 然后这个他接受采访 比如提到了日本啊 这个汽车生产商了啊 他点名点到一个是丰田啊 一个是日产 啊 为什么提到丰田跟日产的丰田跟日产 之前也在俄罗斯是有生产基地的啊 但是因为这个俄罗斯啊 搞了这么一票之后就全退出了 全退出了 百分百全退出了 全部停产 然后 然后能搬回国的设备 全部搬回国 然后这这乌克兰的巴士呢 也是很精 他说呢 日本这个字这个电呢 电动车或者说什么呢 你可以搞到乌克兰来啊 乌克兰这里有大量的什么稀土 他提到一个稀土资源的问题 就如果啊 你这个丰田以后也要搞EV啊 也要搞什么固态电池 哎 我们乌克兰是一个很好选择 这里看到日本跟乌克兰现在已经是眉来眼去啊 尤其是你看互相勾勾搭搭搭 我们那个说钱 反正我们说钱 我们就就不用说说的太高尚啊 反正就是他们已经在很多领域是已经是 哎 如交四期啊 已经是这个拥抱在一起 哈哈哈哈啊 这个已经是找到很好的合作点 你看你那些汽车里 现在乌 这也是跟价值观有关 为什么最近几年 你看这很多国家提到价值观问题 你看跟俄罗斯已经是没法搞了嘛 啊 那那我们乌克兰这里可以啊 啊 然后这个我们这里有很多稀土 哎 乌克兰有很多稀土 其实就啊 就在两年前刚打了乌战争的时候 已经当时很多报道说了 因为乌克兰有很多战略性的资源的 比如奶气 当时就提到这个奶气的问题 美国有90%奶气从乌克兰进口 而奶气是生产半导体的一个一个关键原材料 那这两年过去了 我们就看到对对半导体的 影响并不大 这个很多很多国家嘛 也是也是主要什么 主要就是军援乌克兰啊 乌克兰广大这个奶气生产的一些基地 并没有受到影响啊 这个还要早都恢复了生产 早都已经持续恢复供应了 他也怕别人替代了他 所以他赶紧的恢复生产 所以说 我觉得啊 我觉得美国里面有些说关注国内问题 国内问题跟海外问题 地缘政治有有矛盾吗 我感觉没矛盾吧 你比如乌克兰问题就搅混到国际粮食供应问题 通胀问题 然后野关系到半导体供应问题 也证明当初中国跟俄罗斯为什么要侵略乌克兰 他想抓住这个奶气的90% 你看你你美国这个脖子卡的 就想卡美国 那当时美国当机一段就这个跟全世界马上就支援乌克兰 看来并不是 这单里面 当然这国际秩序 所以国际秩序里面包含很多东西 不是说美国的很高尚 全球很高尚 国际秩序 因为全球经济 它已经是一个紧密相连了 搞了这么多年全球化 然后很多细分资源 我们想都没想到 那个乌克兰虽然这个你觉得还是蛮蛮穷的一个国家 但是它就有一个气体 你这个卡的全球90% 所以这个你说能完全 那么这个不管 但是为什么打到现在乌冬这里 这个就这么多 因为打到这个地方 其实俄罗斯已经没有办法 在侵略到里面 这些关键的 比如基辅 比如奥德萨 奥德萨是最最关键的一个工业基地 但现在它能打到奥德萨 基本上可能性比较小 然后马里乌波尔也是一个基地 但马里乌波尔基本上就打成焦土了 所以俄罗斯拿回来也作用不大 基本上就成焦土了 所以当时也是嘛 既然被被俄罗斯侵占 还不会抵抗到底 最后就马里乌波尔 他拿了也没有太多作用 马里乌波尔也是一个重要的生产基地 但是最主要还是奥德萨 奥德萨 你比马里乌波尔 这个规格还是要高得多 所以还有广大中西部的内部的地区 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嘛 所以这里面我们看产业布局 有时候会比较清晰 会比较清晰 看这些问题 然后提到电动汽车 汽车生产 你用到很多稀土 你来乌克兰 然后我们的各种的土地便宜 这边水资源什么资源便宜 然后各种有色金属 我们这边毕竟乌克兰穷嘛 然后很多资源能够很便宜拿得到 然后也可以靠近欧洲 乌克兰能够加入欧盟 那就是板上钉钉的了 而且乌克兰能不能加入欧盟 其实命运掌握在什么 掌握在欧盟手里 那所以对于德国 我们就说回德国跟法国 所以说结合产业来说地缘政治 我就说了特别简单 德国跟法国是两大欧盟的火车头 他们说了 他们真下力气 让乌克兰加入欧盟 大家说能不能加入进去 其实他们是可以决定这个问题 然后他们现在投资进去 到时候让乌克兰进来 这不是板上钉钉吗 对不对啊 这对于法国跟德国来讲 根本就是百分百能赢的一个局 所以对于他们来讲 他们美国不支援 我们也先行批准 之前你看马克龙多金 那整天跟中国勾勾搭搭 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 他突然间你看就走在前面 那就证明 这个东西他们已经这个布局很清楚 然后日本 当然日本为什么离这么远 你看肯定是这里有饭吃 这么这里有蛋糕疯 你以为大家是什么慈善家 也不是慈善家 是不是啊 所以这证明人家人家这个东西就打通了 你看确实对于日本来讲 你这个生产基地不错 到时候这个稀土就完全就搞定了 之前是被中国 或者被一些国家就牵着鼻子走 如果对于丰田来讲 确实有有这么一个地方 然后现在大家关系也是这么铁精心 过这个民意啊 你看这个战斗过程当中 日本你看经常支援走在第一线 所以这些什么这些就投资嘛 这就是一个投资 然后日本就能够通过乌克兰 到时候你看我看肯定是加入欧盟 然后到时候打开欧洲市场 打开欧洲这个EV 然后日本帮了也是帮了欧洲的忙 所以你看人家就在布局一个 你在困难的时候我帮帮你 其实跟人一样的 你看国家跟人是一样的 你看我帮你 到时候我再打开欧洲的汽车市场 你看就搞定了 这个我觉得不错 是不是啊 里面更加 当然是有很多更加复杂的 一个合作在里面 我们只是看到 他可能早就知道 欧盟又会怎样投资这个地方 是不是啊 然后里面那有的人很深层 这对人家产业布局好了 到时候怎样 这个无论这酒就是到时候不能拿 拿完乌冬这么多地方啊 就是到时候有一个保障 而且拖了这么久 俄罗斯基本上就歇菜了嘛 对不对啊 所以基本上安全性能保障了到时候啊 对于有些投资来讲到时候你看现在乌克兰这些很多东西这么便宜 到时候一来一回人家做投资的赚几百倍 明明人家都布局好了 啊到时候这个无论是什么什么各方面的 那有有几百倍几千倍的这个这个收益都说不定了 对不对啊 人家都有布局的嘛 是不是啊 所以所以这这是一个 然后啊 这里面很多方面的 当然对于乌克兰也有好处 然后啊对于日本来讲 这个他粮食供应啊 那个啊 日本是个比较缺乏资源的国家嘛 啊 然后在这里面啊 有很多这个农业方面 这个乌克兰也是个农业大国 要大家搞好这个关系啊 脱离对于中国依赖 哎 你看现在跟中 反正跟中国跟俄罗斯就搞搞掰了 那对对于日本来讲 他的很多农业方面 他也要找找期待 然后乌克兰在缺乏的精细化农业啊 或者自动化农业 的一些技术 哎 日本刚好有 所以农业方面呢 他们他们都有广泛的合作 也包括这个养殖啊 养鸡啊 啊 还有土壤的改造啊 还有农业的啊 这个农业机械啊 还有这个啊 给排水啊 给排水啊 这个方面 这个啊 布局呢 那都是都是有广泛的合作空间啊 啊 现在签证都都都都都 马上就要批准啊很多人进去考察了 还有这个啊提到地雷啊排雷好像之前跟跟韩国也也有合作啊 可能一个都做不完 而且我说了 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战争像乌克兰战争这么划算 现在这些可能都是烟幕 可能都是忽悠小韭菜的啊 你看哎 我们不支援了 乌克兰不行了 啊 然后 然后让让相当于这个股票一样股股价跌低一点 然后他他们就抄底了 抄完底到时候 你看这最后还是打赢了俄罗斯了 哎呀人家一来一回就赚几百倍了 是不是 现在这些啊 乌克兰要输了 这些啊 这些可能都是忽悠小韭菜的呢 啊 是不是 有没有可能啊 是不是啊 你比如这个 这人类历史上 因为从基本面来看 我都会像像看股票一样看乌克兰 人类历史上 你说有哪次战争一开打就就冻结住对对家三千多亿美元的这个这个赔款呢 没有嘛 我始终我作为一个商人 我一看那个一开打就冻结住三千多四千亿美元的资产 这还用说都妥得不得了 你人类历史上哪次战争像这次这么妥的 这次乌克兰战争是一个巨大的商机 所以说钱那就那就 这是大大的不得了 这个钱所以美国 美国有时候的国国内他是不是有有有有有人是哎呀不知道啊 反正这里面水很深啊是不是 是不是跟这些共和党有有些拖着这个他他是跟日本合作啊 把这个利益让给日本让给欧洲哎呀哎呀里面水深啊水深啊啊 因为你有点像TPP当时美国这个废的大力气搞了个TPP CPTPP 然后就推出去啊 然后就把整个TPP就给了日本 然后日本在这里面做了做了老大哎 我躺赢躺着做做了CPTPP的老大 然后然后现在拿去跟英国谈 那些说我都不会我我也我不会说了 现在乌克兰打了90%了 马上要割韭菜了 然后美国就退出了把这个利益权给了欧洲跟日本啊 我只能说日本谢谢你啊 谢谢你是吧 我这个我实话实说我们是做做做自媒体的 反正没没没人让我们都独立 这个这个东西已经拿了90%了 美国退出去美国亏大了 亏惨呐 我实话实说我我作为日本了 所以我也这么讲 然后这个美国的搞定了你退出去啊 那就是我这个这是产业布局啊 然后说回头说中国 中国你看王毅还在装王毅在慕尼黑 特意去王毅可以不来 他还是来这证明什么 中国知道这个事情上面呢 他还是保留一定的回旋空间 他知道俄罗斯还是要输 俄罗斯他打得了不起了 现在打一两条村 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卡夫什么的 我的练不完的名字 就一条自然村放在中国 就一条自然村那么小 你说这个东西 当时从基辅怎么撤退呢 你基辅怎么怎么撤退 你怎么不说 你现在打又重大胜利 这个自己意义是没用的 中国也知道 这乌东这几个区没有战略性资源 什么稀土都不在 这四个州你打来没用 那而且这个人家确实当时为什么守着这个这里 那那当然人家也是到后面的资源金贵嘛 啊 那个基辅基辅往后呢 后面的资源很丰富的嘛 然后连连接着到到时候跟跟欧盟谈嘛 就是啊 所以这这这个人家就起码其实乌克兰早都赢了 从产业布局来看早都赢了 然后到时候能够加入欧盟 然后这个一来一回人家有很丰富的收益 我就说了 然后中国这边他压保了俄罗斯 然后得罪了全世界 当时如果俄罗斯能够占领乌克兰 拿下基辅 然后拿下这这这这卡住美国90%脖子的奶气 然后这些稀土 然后甚至再再再打欧洲 嗯 中国确实如果这样压保中国是压队的 但是现在没赢啊 现在没赢呢 所以中国压保半天 他说他骑墙嘛 嗯 也没有他的作用 你你中国觉得自己在骑墙 但实际上西方不觉得中国在骑墙啊 就中国这个骑墙它是没有起到骑墙的作用 明白吗 就人家还是跟中国脱钩 就中国的骑墙是骑给自己看的 那大家发现没有 就他这个骑墙没有骑的 没人相信的全世界这个日本也也没有说能能够 对相对的吧 相对的就可能就 还算是 还算是 就是还能够人家慢慢撤吧 还慢慢撤 大家就是中国有本事 你被闭关锁国 把外资全部全部没收 他也不敢 看中国也中国也也没没这破例 你说他他这个做做独裁国家做一个这个彻底的独裁国家一拍 哎呀 俄罗斯其实俄罗斯装也没用 装也没用 你你俄罗斯当时把把欧洲把把日本这么多工厂这么多 人家的留下来的品牌你都没收了 这有什么好说 你你赚赚赚的这么大 其实当时所有有什么 是欧洲有些时尚品牌有些包包有些衣服放在那 都他都他都没收了 俄罗斯全部没收了 所以德国还有法国有有些的这个产业在那嘛 当时 他都没收了 全部就直接国有化 说俄罗斯直接直接就失败了 俄罗斯 你看将来的产业俄罗斯还剩下什么 其实是什么都没有 能源以后人家那新新时代的能源 人家玩的溜 人家什么核聚变都出来 就再过十年八年再过五年三年 没有俄罗斯什么是俄罗斯成为一个国际的孤儿 一一片广阔的一个洞土 里面啥也没有 就以后的产业布局都不带俄罗斯 俄罗斯本来又剩下一个能源嘛 能源这东西以后俄罗斯这个东西基本上是没用的 所以俄罗斯是会彻底沦为国际的孤儿 实际上俄罗斯一点用都没有 以后唯一作用可能 如果能民主化之后 能能旅游吧 大不了就就剩下这么一点东西 就国际产业链不需要它 然后中国中国被踢出去 中国被踢出去 所以现在然后你想如果日本占据了乌克兰的这个有利有利位置以后 以后中国还想打进欧盟市场 还想打进美国市场 压根就没戏 然后也反过来掌握这些关键领域的这些资源 反过来还卡中国脖子呢 所以这个你比如这个的这个乃兴人的赢家欧盟 日本美国掌握了 那你中国也没有这 是不是 所以这个这个反过来台湾台湾 所以领导人看的东西还是多一点 你比如个为什么跟国际串联呢 还有这跟跟日本合作 这么多年 为什么跟日本要和合作的这么紧密 都是有原因的 都是有原因的 里面都都有各种盘根错阶的产业关系 那那中国现在主要是压错保了呗 他又下不来台 你比如俄罗斯这次反对派 那个反对派中国还在撤印俄罗斯 说这是俄罗斯的内政 那个纳瓦尔尼啊 说这是俄罗斯内政 内不内政 你可以发表看法 这 是不是 内政就不用发表看法了吗 你可以发表看法 哦 那个那个人这么坏 是不是 啊 那就证明你的人品有问题 人家也不跟你做生意 你那个什么事情你都敢干 人家怎么安心跟你做生意 你说 你最起码有点底线 人家才跟你做生意嘛 是不是啊 那那所以 中国 想进欧盟市场那是没戏啊 最新我看到欧盟最新宣布了 对中国铁路巨头中国中车 展开调查 中国中车 这个海 哎 你说这跟法国的阿尔斯通是直接竞争关系 你说就有可能 学生不可能 学生不可能 啊 本来 其实这些都是竞争关系 然后乌克兰 其实乌克兰跟俄罗斯又是从产业角度 乌克兰跟俄罗斯又是竞争关系 就像当时中国跟越南一样 中国跟越南也是竞争关系 所以中国跟越南没有底层合作逻辑 所以当那个那个细胞也是看成细胞子这个人 他他根本就不务实 他以一个一个价值这个纯粹一丝形态来来到来到区分 啊他觉得越南越南是他的哥们 谁跟你哥们 人家跟你的产业直接就竞争 你也做这个代工人家也做这个代工 你说能能哥们不可能哥们 啊 所以就就就是看就是这么明显 而中国 欧盟现在如果对中国中车展开调查 所有中国的产业都不要进欧盟了 欧盟本来说实话实说都是法国德国收落算 现在法国德国压这个宝 我们发现法国跟中国渐行渐远 最后都是什么 最后都是follow the money 那个说说给大家听了 这一集就是你从产业从闷你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 你拨开啊这个这个这个这些所谓的那个这个都对那个是错 啊 这些 你就发现啊 这个这个这个东西其实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中国虽然中国亏了 中国啊 投资错误 人家投资成功 只有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连乌克兰都成功了啊 就中国输 那先说那么多 觉得不错 打开小铃铛 打开小铃铛